來一方兄怎麼看這爆炸 這我是不會太驚訝 因為我以前當過 我其實我當立法會以前 我跟以色列朋友們就有一些來往 因為是開一些國際戰略會議 我記得有一年 那好早以前 我在淡江研究所當所長的時候 在埃及開網會 我朋友就叫我到臺拉維護看他 安排我在臺拉維護大學的 葉飛中心做一個短暫的一個演講 接著他們就安排我去看他們一些地方 因為那時候他們對臺灣的國防工業很有興趣 他們到一個倉庫 IAI那個航空公司 就是那個國防工業公司打開來一看 滿地都是無人機 那時候無人機水會中資 我想說這種玩具 你們做這東西在當玩具在賣 沒有這種我們是打仗用的 是要做偵查 溫伯格到里巴倫南部去 回來用我們把照片給他看 他忙定了一百架 我說喔 真的很厲害 所以以色列真的是很聰明 那臺灣的牽制在裡頭 我覺得這可能性真的是很低 因為有大概是國安部門的官員出來講話了嘛 說這個這家公司金拉波羅 沒有賣過這個任何的這樣一個副交器 到里巴倫或中東其他地方 導致賣的大概是二十六萬個這個副交器到了美國還有澳洲 所以現在當然有個可能性 轉 摩扎特他們有沒有可能用轉的到那個地方去 但是所以現在就要看下單 不過現在講第二個可能性 我是覺得最可能還是歐洲這家廠商 我們看金拉波羅的老闆自己講說他大概發展關係就三年 先給他下單買一種其他款式的副交器 然後買了一些這個通訊器材 接著就說我要代理我要生產 我這個你只要給我這個你的廠牌就好了 所以從設計到生產都是歐洲這家公司 那現在就真的要弄清楚一件事 他真的有沒有生產 還在從別的地方透過三角貿易 把那二十六萬個轉移到歐洲某個地方去 就是以色列 然後他們在裡面去設計在那邊搞 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技術我在想 你叫金拉波羅都不見得他可以搞得出來 紐約時報是講這是植入炸藥 實驗師講這個炸藥是植在電磁的旁邊 所以這個技術這麼小的一個浮礁器 你要這樣植入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炸藥不能太弱 它力量很多就不會造成大量那個傷亡了 所以這麼小的這個浮礁器裡面 你要植入一個很微量但是爆炸功能很強的炸藥 是不簡單的 第二個最重要就是說 他是九月十七號下午四點四十五分 持續了一個小時就完成這個爆炸 以色列是在五千個這一款的浮礁器裡面植入這個炸藥 然後那個整個整個這樣一個爆炸就看起來大概就是就是幾千個就就通知一起爆炸 這個也要有很高明的技術才有辦法做得到 那這一點我講拜登前日也講了嘛 沒有講很明白就有些國家把監控監控那個資訊的這些器材賣出去嘛 他認為這個是不好的 其實坦白講這個就是那個國家嘛 只有那個國家有這麼厲害的電子的監控這樣的能力嘛 所以現在就是說比較需要去了解一件事就是你真主黨是誰下這個訂單的 他們二月做決定說手機太危險 我們全部改用浮礁器 這個OK 誰去下訂單 尤其找到那家公司 那叫要命的嘛 你找到那家要命的公司去下這個訂單 當然這個問題就出來了 所以那家公司是誰 我覺得台灣還好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家媒體有責備到台灣 所有的指頭都指向以色列 所以我認為這個中東這些國家啦 尤其是真主黨大概不會對台灣有所報復了